当一个国家陷入通货膨胀 这个我们看过在1945年二战之后 中国也陷入了通货膨胀经元卷等等 这通货膨胀现象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出现 现在阿根廷再度的出现 然后就出现了狂人 当时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出现了希特勒 现在在阿根廷是出现了一个狂人 这位狂人的名字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叫米莱 还在12月10号的时候正式就职大脸 马上用出了经济学里头所谓的休克疗法 把他的货币一口气贬值54% 每个人的财产全国财产看一半 12月10日是阿根廷狂人米莱的就职大典 米莱在就职前11月29日赶到华府会晤了IMF官员 从1956年以来 阿根廷已经向IMF借贷高达21次 最后一次是2018年贷款金额为580亿美元 打破IMF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 是阿根廷GDP的10% 防美反国之后 他宣布将任命曾经担任阿根廷央行总裁 被称为财政梅希的人选 出任经济部长以安抚市场 经过两天等待 新任经济部长卡普托在第三天宣布了休克疗法的第一项措施 即将阿根廷货币贬值50% 这一策略主要是把官方汇率与黑市拉近 黑市交易是一美元兑换一千批锁 2023年至今 批锁的价值已经被除以三 目前最大面额的千元值超价值 近略高于一美元 在2007年 这一项是我的税金 现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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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只有两三颗货品 第一次必须 为了减少的货币货币货 只能尽可能的兑换成美元 你多少钱 现在 20,30 ou100$ 我可以转换成 我转换成 这不是货币货 是不断的货币 这些货币货币货币货 卡普托呼引了米莱的竞选承诺 表示将逐步取消农产品出口关税 这是农民长期以来的诉求 阿根廷是加工豆油和豆博的最大出口国 也是玉米的第三大出口国 国家没有利息更多的工作 而会禁止了承证的承证 那些练习还未开始 如我说之前 没有钱给更多的工作 我们知道的 很多时候会结束了 政策和工业 未来阿根廷基础设施工程 将由私营企业进行 而杜绝贪污腐败的最直接办法 总统府发言人已经宣布 就是大幅削减政府规模 将部会数量减半至九个 呼应了米莱的电锯理论 阿根廷物价不断攀升 许多民众争分夺秒的搜寻市场 抢购最优惠的价格 2023年通膨已接近150% 物价运料会在未来几个月 大涨20%到40% 例如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 已经在12月8日 把油价调高了25% 根据还没有被米莱废除的 中央银行11月出炉的报告 预计2023年底 通胀率将高达185% 除了高通膨外 央行外汇存抵短缺 五分之二人口陷入贫困 而且贫困人数还在不断增长 但米莱就职后出台的 休克疗法第一帖 通过货币贬值和血减政府开支 来解决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胀 这些举措获得了IMF的积极评价 认为有助于恢复经济稳定 和重建国家经济潜力 阿根廷政府 急欠IMF高达450亿美元 其中部分债务将于2024年4月到期 不论真相还是谎言 选举结束了 风光的就职典礼也结束了 休克疗法可以抢救 但能够终长期赖以为生吗